来了来了 钱咋回来了呢 我姐夫呢 我俩还没结婚呢 你叫什么姐夫 这又咋的了 妈 你说他爸他妈今天找我上了结婚那事 那浪漏老半天 那也不提彩礼的事 我没管那些事 我直接摊牌了 我说了 彩礼必须20万 房子不能低于150平以上 必须过来买个20万的车 手一样这红我都不带结的 那你对象咋说的 你可别跟我提他了 他向了他妈他妈说话 说我不懂事 他说我为难老人 妈你说他说的是人话 确实说的不是人话 这回确实过分了 哎姑爷来了 哎呦什么 你姐姐姐姐 给姐夫打电话 还给人家刀铁啊是吧 车袤我给你买 我就不信了 嫁不出去 我就不信了 嫁不出去 呀回来了 你那边哪样呢 姐妹啊 我妈说了 财礼我们家倒贴20万 车房全我们家给买 你尽快把结婚日子定下来吧 成了媳妇 媳妇还是你了解我老丈母娘啊 来了来了 哎现在又来了 我问你点事 今天是元小姐吗 是啊 哎那就奇怪了 为啥我到超市 我不但买不到月饼 我就连粽子油都没看着 那你倒别超市再看上去吧 妈做饭呢 哎呀挺香啊 要不跟你搁这吃点 我老龄回娘家吃不太好吧 确实不太好 哎 我得回来了 要不然对付口笛了 哎呀家里没有碗了 没事我带了 哎 筷子好像也没有了 筷子我也带了 这还有什么 我家带也挺拳啊 嗯 那那行吧 你进了我家 哎 哎哎 姐你把你起一口脱外了下 哦哦 啊我姐 那你怎么没留着在这吃饭呢 妈我留了 我留不住他呀 我姐说啥也不跟这吃啊 我姐说啥也不跟这吃啊 哎呦你们 对了吗 如果有人偷门 千万提开 最近所有人装傻的 就不骗吃骗喝的 这老老儿子 吃饭吃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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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这位相亲咋样啊 又没成 咋又没成啊 我也不知道 就过两个聊了一会儿 就说我俩不合适 他就走了 你俩聊啥了呀 他说他最近在学历史 我说你历啥不好 你离那儿还干啥呀 那么臭的呀 怎么能把木头这味儿呢 人家说的历史 是说咋不小时候上课 那他也没说你那样 他说俩聊什么地理 那他能聊过我吗 我打鸡身旗 我就接触地理 我十岁那年 我独自一个人完成了 地理的一厢大工程 我咋不记得 你有这么伟大的壮举呢 你忘了 小的时候一天我们放假 老师过我们不准了一天作业 帮父母干一天活 我当时我拎起出头 我直接问咱家地理去了 我从早晨一直出到晚上 整整一天呢 我才把那十亩地理草除完 当爸妈晚上找到我就说 俩人一看地理 都惊呆了呀 他俩完全不敢相信 这是一个十岁孩子 独自完成的 你说那地理 是谁装的 你还有脸说呢 那爸妈辛辛苦苦种的呀 十亩地的玉米苗 突然给你除霉了 牛业都是草 突然给你除霉了 牛业都是草 人家倒出了 满车的玉米往回拉 那咱家不也是满车的草往回拉吗 都被扭了 你活该找不到对象 没有 我哪里的肥材都已经担心了 我哪里的肥材都受了 你怎么会撑到 你怎么会给你 你怎么办